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军事装备后,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实力强国,但是俄罗斯似乎没有继承到苏联极具天赋的创造力,在军事装备研发和制造上低了美国一些。 俄罗斯如今仅仅只有一艘古兹涅佐夫号航母,而此时这艘航母还遭受到损坏等待着维修,这样的情况下,俄罗斯好像也没有新建航母的打算。 但是美国却拥有13艘核动力航母,在航母这一块,俄罗斯真正落下美国很多,因此,俄罗斯只能好好发展自己的核潜艇。 但是美国除了建造航母是一把好手,他们的潜艇部队也是很优秀的,美国现在有14艘核潜艇进行服役,这些潜艇可以携带大量核弹,导弹的设备,满载排水量有2万吨,他们都是海俄集合潜艇。 美国并不局限于俄罗斯集合潜艇,他们仍然在研发新型哥伦比亚集合潜艇,这个核潜艇所携带的导弹数量,比俄罗斯集合潜艇少,只有20米尔,但是其电子系统等方面,超越了俄罗斯集合潜艇。 这样的话,美国20艘核潜艇,则能一次性装载2200枚左右的核弹头,如果一起发射,对于俄罗斯来。 增滑 诚 蔙